什么是爱,什么是习惯 究竟你是在你的舒适地带吗 这是一个不陌生的国度 但也带着一丝丝陌生的感觉 我以回来发展为理由 就是想回来看看 我成为家的地方 对我向往的生活前进 在这里勾起了我的童年回忆 在新加坡的每一个地方 我都觉得很美 也给我很舒服的感觉 我在留学时 生活可说是多姿多彩 不过 就是比不上在新加坡 这个小小的一个国家 却给了我最大的归属感 我希望房间 我当地是遥迟的 然后再次传递 我再次传递 我就这次是 对你 然后 我遇见了他 他也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他的出现 就是一个惊喜 我在这里 真的没什么朋友 而他带我去逛新加坡 告诉我 新加坡十多年来的改变 令我更加喜欢这个地方 他的温柔 他的耐心 很少 在国外遇到这样的男生 那么 这里 会是我的舒适地带吗 我和你一年来的 就会 我和你一年来的 我和你一年来的 你一年来的 我又和你一年来的 疯忽 我和你一年来的